怎么样做假动作 这也是很多朋友经常会问到的一个问题 是的 在打球的过程当中 尤其在往前 如果假动作运用的好 对对方能够造成很大的威胁 也有时候甚至能够直接得分 但是在往前的假动作相对来讲要求比较高 首先你击球的时间一定要充足 也就是说一定要脚步先到位 在手上能够腾出多余的时间来做这个假动作 等你球如果离球拍面已经很近了 你再想做假动作已经来不及了 假动作的意思也就是说 你做出向后击球的这个动作 但在最后击球的那一瞬间的时候 实际上把球是挡在了往前 这样造成对方的判断错误 可以直接得分 跟刚才说的正好是相反的动作 就是说你做出动作 让对方感觉你是轻轻的要挡挡 等对方已经启动 想上前跑的时候 突然你把球短时的发力推到后场去 这也是往前的假动作之一 往前假动作放网 不管是正手还是反手 当你要做假动作的时候 击球点一定要高 好像很用力的样子 像是准备挑后场 然后把球轻轻挡在往前 挡球的时候拍面稍后仰 突然捡力击球 使球轻轻飞过网 往前假动作勾对角 往前假动作勾对角 往前假动作 往前假动作勾对角 那么后场的假动作呢 实际上跟往前的概念是一样的 如果你想打对方的后场 你就做出准备轻掉的这种动作 然后在击球的瞬间的时候 突然爆发 短时爆发 这样子能够把球打到后场 这样子能够把球打到后场 后场 后场平高球的假动作 后场起跳 拉平高球时 有一个停顿的动作 然后再将球击出 使对方误以为你要杀球或掉球 从而重心向前移动造成判断失误 以上介绍的这些假动作 要在熟练各项基本技术的基础上 再进行训练 在前面战术的运用当中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公中